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主编 我是敦化 我们这一个礼拜的主题是大忙人的自我修炼 要怎么样在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之余 还能不断学习自我提升呢 今天在正式分享文章之前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你觉得学习力跟智商一样是天生的吗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概念就是说 哎呀我比较笨啦 我不会读书啦 在学校的时候成绩就这么烂 都毕业了怎么可能还去学新的东西 如果你相信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文章 这个作者呢就要跟你说 抱歉你误会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差 是因为你天生就比较笨 那我建议你可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会告诉你 学习的人是后天造就的 而不是天生就天赋异禀 我们会告诉你学习的技巧 要怎么学才能学得更好 而不是白白浪费你的时间 这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天才 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重点是我们平常就已经忙得要死了 学习的时间很有限 该怎么提升学习力 让学习本身也变得事半功倍呢 耶 庆祝的时刻来咯 哈啪突破2000万下载了 为了回馈各位听友的支持 我们将会推出一系列的特别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同欢哦 嗯 2000万的特辑要播什么呢 这次就由你来决定吧 我们会抽出四位幸运儿 从星期一到星期四一天一个主题 从选文到录制都为你量身定作哦 你想了解哈啪的幕后神秘面纱吗 你有职场或管理上的难题 想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现在开放2000万QA 赶快赶快来留下你的问题 就有机会被Mary选中 亲自为你解答哦 诶 你以为只有这样吗 我们还会邀请15位听友来到现场查序 你的声音还可能会出现在节目里面哦 千万不要错过 赶快赶快赶快来报名 因为有你 我们才会更精彩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文章叫做 学习让学习能力更好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做尤瑞奇鲍泽 他在一个美国的智库 叫做美国进步中心 在这个智库里面当高级研究员 他本人也是畅销书的作家 他有一本很有代表的书呢 就叫做Learn Better 学得更好 台湾我们也是有出翻译版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把这本书找来看 那这个作者鲍泽呢 他的人生经历蛮有趣的 他在这本书里面 就自己描述了一段 他小时候的经历 他说他小时候 11岁上小学的时候 因为学得很慢 成绩很烂 而且他很难在课堂上保持专心 所以一度就被老师认为 他可能有学习困难 还特别去请心理医生 来评估他的状况 让他接受特别班的一些测试 那在上中学的时候 他还要在寻常的课程之外 额外去接受一些特殊教育 但后来他很幸运 就有遇到一些好老师 那这些好老师呢 就帮助他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 他也就因为这样逐渐毛色顿开 意识到说 自己之前一直课业落后 跟不上大家 是因为他学习不得其法 后来的这个作者 他自己也调整心态 他就认识到说 其实每个人的学习速度 都是不一样的 那他自己本人也不是什么 IQ180的天才 所以呢 他本人本来就需要刻意去努力 才能够跟上进度 但是这些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 应该要怎么学之后 课业就跟上来了 那课业跟上来之后呢 他的自信心也恢复了 自信心恢复之后呢 他就开始积极参与各种社团啊 发展自己的兴趣啊 后来呢 也进入了长春藤的一名校 毕业之后呢 也成为了非常知名的记者跟作家 就写了这本书叫做 Learn Better 学得更好 那这个作者豹泽 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一定有很多人跟他一样 从小因为没有掌握到学习的方法 所以导致呢 成绩很差 然后也不会主动去思考 就是如果我想要获得新知识的话 最好的学习方法到底是什么 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不过呢 可能很多人跟他一样 但是也许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他一样这么幸运 有遇到一个可以点画他的老师 还有很支持他的家人 很多人呢 可能就因此一蹶不振了 彻底就没有自信了 觉得我就笨啊 人生也就这样了 没有关系了啦 所以呢 他就想要分享他自己 多年来整理出来的一套心法 就是学习要怎么去学习 就是学习这件事情 本身也是可以被学习的 只有你学会了要怎么去学 才不会白白浪费你的心力跟时间 也不会序号你的自信心 那这个作者豹泽在书里面 就提到了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实验 这个实验 我自己看完之后也觉得 还有还蛮有趣的 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这个实验就是在说呢 研究人员呢 在一个女子学校里面 请一些女学生来玩摄飞标的游戏 那所有参加这个研究的女同学呢 在之前都没有人接触过摄飞标 这些女生呢 就被分成三组 第一组叫做 绩效表现组 研究人员就教导 这一组的女学生就说 我跟你们说 摄飞标的关键 就是瞄准靶心 你们就尽量瞄准中间那个 红色的圆形的地方摄飞标 摄得越接近 分数就越高 得分最高的那个人就是赢家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分类的女生呢 叫做学习方法组 研究人员跟第一组就不一样了 她不跟这些女生讲说 飞标是怎么计分的 要怎么样才能赢 而是先教她们要怎么拿飞标 怎么控制你的手部肌肉 还有一些摄飞标的基本步骤 并且会记录她们每一次摄飞标的结果 一步一步去调整改善 等到所有的女学生呢 都已经很熟练 要怎么把飞标丢出去之后 研究人员才会鼓励他们说 好 现在你们试着瞄准把心试试看 好 这是第二组 我们来看第三组 第三组叫做传统智慧组 这研究人员又采用另外一种说词了 他们什么也不说 就只是跟他们讲说 你们飞标想怎么认就怎么认吧 你们反正只要想办法 把那个飞标认到靶子上就行了 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 好 可想而知 我想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啦 研究的结果一定就是那个第二组分数最高嘛 就是学习方法组的分数最高 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这个第二组的学生 在这个研究结束之后 依旧对摄飞标保持非常浓烈的兴趣 每天都问老师说 我们还可以继续学摄飞标吗 我们还可以继续比赛吗 想要学更多摄飞标的技巧 那这个作者豹泽就透过这个实验呢 想要表达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学习它是一个步骤 是一个过程 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理解陌生事物的系统 只要我们拟定目标 集中注意力 妥善做好规划 并且定期去检讨反思 就可以高效地去学习 新的事物 换句话说 有效的学习技巧是什么 与其说我们是在比智商 不如说 是在运用一种策略 尤其是你在学习 专业知识的时候 怎么去建构你的学习策略 会比你天生的智商高不高 更重要 所以说 天生的高材生 他不一定就是 能够学得最快最好的那个人 我盲目每天的练习 也不一定就可以熟能生巧 而是你要用对策略 你要去思考 当我面对一个想要学习的新事物的时候 我要采取怎么样的学习策略 才是最有效的 好 那话说回来了 我们要怎么培养自己的学习技巧呢 好 豹泽在我们哈佛商业评论上就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叫做 学习让学习能力更好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就有提到三个可以提升你学习能力的技巧 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念 好 第一个就是 你要规划明确而且可以达到的目标 作者豹泽就认为说 有效的学习过程 其实就像是在执行一个专案 如果你想要学习某一个专业技能 你就必须要去针对这个学习领域 去设定一个具体的 而且是真的可以达到的目标 就像是我们专案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设置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那大家才能够去倒推回来 去拟定策略嘛 并且按照步骤一步步去执行 好 比方说 我今天要学习一门外 那你就不要只是空泛的想想说 好 我明天就去书店 买一本书回来读 或者说 我明年就要去那个国家自驾游 不要想这么空泛的东西 请确实拟定你的目标 比方说 我要在哪一个时间点 考到某一级的证书呢 只有这种真的很具体 而且你确实可以达到的目标 立了这种目标之后 你才能够去规划你的阶段性的计划 去按部就班的执行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去调整你的方向 确保你不会走偏 比方说 你想要进修某一门外语 又想要出国自驾游 结果准备准备 不知道要怎么搞的 结果现在我在考驾照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到时候你两边都可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学好 所以你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设立一个很明确的 而且可以达到的目标 好 这是第一点 我们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叫做 对思考的思考 这个听起来有点绕 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所谓的后摄认知 后摄认知这一点呢 对提升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请问什么叫后摄认知 这个好像也听不懂 对不对 简单来说 就是你对自我认知这个过程的理解与调控 这么讲可能还是有点拗口 简单来说就是 你要去检视 我到底知道了什么 并且很有意识的去调整这件事情 比方说你可以问你自己 我真的有了解这个概念吗 我可以跟别人解释这个概念吗 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需要更多的知识量 才能够去达到这个目标 还是我需要更多有计划性的练习 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那这个呢 就像是一个学习评估的过程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但通常我们都认为啊 这些学习评估的过程 不是专家要做的事情吗 或者是说 教你这个知识的人 要来给你做评估 怎么会是我们自己 给自己做评估呢 但是文章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自己去进行后摄认知 要自己给自己做评估 要停下来问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有学会这个技能 或者说 我是不是真的有搞懂这个概念 我自己之前有听说过一句话是这样的 就是说 只有当你 可以让别人也搞懂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才是真的有搞懂这件事情 那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 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一件 你原本陌生的知识 这就需要进行后摄认知了 好 那这个后摄认知呢 跟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第三点也是呼应的 第三点就是要反思你的学习 作者告诉我们 如果你真的想去学会什么 你可能要先放下 你必须要退后一步 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 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 其实也没有这么难理解 就是说 反思呢 就像放下或是退后的过程 你要给自己一个平静的时间 好好的去反除你吸收到的东西 这个过程很需要专注跟平静的情绪 作者就举例 比方说 有时候你在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 讨论了很久都没有什么结果 那你就想说 那我暂时离开座位 去上个厕所 倒杯水 而结果突然就想通了 或者是说呢 你为了使用某一个新的机器 在研究说明书 你看了好几页 可能都有一点看不懂在写什么 但是当你和尚说明书盯着那台机器看的时候 你突然就觉得 我懂了 我懂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学习也是一样的 你不能只是拼命拼命地把知识塞到你的大脑里面 你还需要暂停一下 去进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后摄认知 还有自我反思 我们曾经在这个第92周的第四集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搜寻栏里面 用关键字搜这个哈佛跟经92之四 那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就有谈到这个独处的重要性 独处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独处可以帮我们沉淀自我 整理一整天吸收到的资讯 去无存经 除了独处以外 适当的休息跟睡眠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有谈过睡眠相关的主题 介绍过说适当的睡眠对大脑健康的重要性在哪里 当然啦 对于提升学习力也是十分关键的 大家可以在搜寻栏用睡眠跟大脑这两个关键字 来搜寻我们过往的节目内容 那我这里就不多做介绍咯 以上就是作者他谈到说 要如何提升学习技巧的三个小窍门 我再来帮大家回顾一遍 第一个就是你要设立具体的目标 第二个就是你要进行后设认知 第三就是你要适时的去自行跟休息 其实这三件事情都没有很复杂 但是可能经常被大家忽略了 也就因此呢就影响了你的学习成效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去找这个作者写的那本书 叫Learn Better 学得更好 在这个书里面 它有更详细的去介绍说 要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你学得更快 更有效率 台湾也是有翻译的版本 市面上也还是可以买得到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介绍到这边咯 感谢你的收听 祝福大家 虽然每天都很忙碌 但是可以收获满满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嘿 就过来就过来 你是否有这些烦恼呢 教育训练总是成效不彰 线上学习平台使用率 开高走低 落播课程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现在这些问题 HBR帮你通通解决 哈佛商业评论 企业学习方案 我们采用数位与实体的混乘式训练 集结百年来 全球千位大师的知识精华 打造每天10到15分钟的零碎式学习 以工作者为中心的企业读书会 大大提升同人们的学习效率 赶快点击说明栏连结 交给我们 一起让知识落地 成为企业人才的能力与集站力